12月24日平安夜 刚当上了妈妈的韩国女神孙艺珍终于发文 正式官宣产子喜讯 并晒出儿子脚丫照 画面温馨 魂冲孙艺珍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在汇报近况 表示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与关心 她在2022年过得很好 是啊 这一年她不但收获了爱情婚姻 也迎来了小宝贝 一家三口幸福快乐 今年对我来说是更加特别的一年 如你所知 我们夫妻诞生了宝贵的生命 我想向感谢我的人们表达我的心 因为我迫切地意识到 在一个生命诞生之前 需要很多人真诚的爱和帮助 孙艺珍透露 孩子比预产期早了出生 而她也因此尝试自然分娩 过程非常顺利 她感谢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 据悉 玄冰原本在外国拍戏 收到妻子提前生产的消息后 快速赶回韩国陪产 夫妻俩一同见证儿子出生 孙艺珍笑颜 当了妈妈之后 她感觉自己好像又长大了 面对珍贵的小生命 她重新认识了父母的角色 孩子的存在 让我变得更坚强 她不忘向老公悬兵表白 跟我共享这一切 每天都变身为小刺猬的你 谢谢你 最后孙艺珍表示 她会健康地过得很好 同时希望大家也能幸福 值得关注的是 孙艺珍的文中将儿子称呼为 小豆子 甜豆 外界推测 这就是玄冰夫妇 给孩子取的小名 也有网友表示 孙艺珍写的韩文甜豆 还有形容夫妻间甜甜蜜蜜的意思 孩子小名可能跟父母爱情有关 叫甜甜会更符合意思 玄冰跟孙艺珍在年初举办婚礼 今年6月正式怀孕喜讯 预计12月生产 韩国媒体于11月27日指 孙艺珍已顺利生下宝宝 经纪公司正式消息 并透露孙艺珍确实已顺利产下儿子 当时有韩媒指出 妻子生产时 玄冰还在国外拍摄新作哈尔滨 根本没有陪产 对此 玄冰经纪公司娱乐正面反击 称孙艺珍生产当时 玄冰就在老婆身边 驳斥不识传闻 结了婚的玄冰 即便现在有了孩子 也没有打算停工 他已跟剧组请假 专心陪伴妻儿两个月 预计在韩国过完春节 才出发进行海外工作 12月20日 玄冰当了爸爸之后 首度露面宣传新戏交涉 谈到人生角色的转变 玄冰笑言 感觉今后的责任变得更重了 我作为一家之主和帅气的爸爸 要更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 众所周知 玄冰和孙艺珍合作大热 韩剧爱得迫降 擦出爱货 不过这只是官方说法 其实两人早在2018年 合作电影极致对决 已关系不错 2019年 两人更被网友直击 在洛杉矶同逛超市 玄冰过去的女友 包括宋慧桥等 为何她的太太会是孙艺珍呢 这可能要归功于对的时间 遇上对的人这句老话 玄冰与孙艺珍邂逅在社会年龄 失业成就相当 成家立事水到渠成 当然 最重要还是情投意合 孙艺珍给人阳光开朗的感觉 笑起来甜的可以融化世界 玄冰就公开形容 孙艺珍是总是令我笑的她 这样大家都明白 为何儿子小明会叫甜甜了吧 玄冰为何情定孙艺珍 二十年好友道出六个优点 宋慧桥注定成前任 他们生活的世界音隙结缘是事实 两位主角拍戏后 分不清角色和现实的区别 也是事实 玄冰被谢礼那个敢爱敢恨 纯真 开朗的宋慧桥迷住 而宋慧桥也被谢礼那个成熟 可靠 迷人的欧爸玄冰吸引 在一起时 小一岁的玄冰向哥哥照顾宋慧桥 性格使然 单亲家庭的宋慧桥 心思细腻 敏感十足 从小缺乏父爱 性格阴郁 内心脆弱 自我保护意识强烈 说她是一个浑身长满刺的女人 也不为过 幸福家庭的玄冰 温暖善良 内心坚毅 做事果决 性格内敛 自感无趣的她 会被性格开朗 率真纯真 有趣的漂亮女人吸引 一个渴望恋人百分之百宠爱自己 陷入爱河后 却因缺乏安全感 时常陷入焦虑 内向性格 缺陷必限 一个渴望恋人百分百理解自己 恋爱中的她会把恋人 放在心间呵护 在外营业赚钱时 希望对方能够体恤自己的不义 信任自己 因据少离多 性格不合等缘由 让炙热的感情结了冰 年轻气盛的自尊心 都很强的两位 索性选择一别两宽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早早斩断情思 及时止损 也是给对方最好的尊重 作为喜爱两位的粉丝 也该尊重两位的选择 因心中有次 所以玄斌能将百分百理解自己 和工作的女人 当成了择偶的首要前提 为何会将孙艺珍 选择为人生伴侣 也正因为她满足了她所有的幻想 陪伴孙艺珍二十年之久的 普拉提教练兼好友 曾写过近千字长文表白 真人孙艺珍有多优秀 那么一直以作品 回馈粉丝喜爱的孙艺珍 私下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 细心又温暖 父母给予她充足的爱 她懂得回馈爱 记住教练的喜好 外出上应时 邀请她去看适应会 后 原来她记住了 裴永俊是教练喜欢的演员 将教练五岁的孩子记在心上 会趁节假日给孩子买蛋糕 而且买两份 另份会分给教练中心 其他老师们 二 坚持有自律 健身中心记载本最后的是孙艺珍 即便拍戏盆骨变形 疼痛难耐 工作繁忙疲惫不堪 她都坚持每日运动打卡 意志里惊人 三 有智慧 有人情味 温暖家庭长大的孙艺珍 更懂得回馈给喜爱她的人 私下的她会主动将电影采访地点 安排在健身中心 因自己因普拉提受益 身材气质变好 所以为该中心免费宣传 采访时 孙艺珍更像个主人一样 大方招呼媒体朋友 这些照顾细节都被教练看在眼里 让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孙艺珍的温暖和美好 艺珍是一个不会用脑袋 只会用心待人单纯的人 教练如是说 这一点和悬宾不谋而合 她也是一位默默为贫困潦倒的同事 施以元首的暖男 趣味相投才能在一起 大概就是如此吧 四 重情重义 孙艺珍的重情重义且长情 是娱乐圈出了名的 一个健身教练中心一去就是二十年 一个经纪公司一合作就是二十多年 即便火得一塌糊涂 她都会用真心对待周围的人 单单购物给经纪人带礼物这个举动 已坚持了十余年之久 孙艺珍品性有多优秀 从她的圈子就能看出 她的身边都是重情重义的人啊 五 隐忍大气 孙艺珍也曾被国民误会 韩媒曾报 S级顶流女星逃税千万的新闻 当时韩网友人肉她和申敏儿 经纪公司否认她没赚这么多 也无济于事 直到宋慧桥站出来承认逃税并道歉 追加税款 这件事才被低调处理 误会被澄清 至今孙艺珍对此事未提一字 不好的事就会独自消化 六 精致无瑕 私下的孙艺珍可爱又美好 是一个房里有花束 厨房有食物 客厅有阳光的精致女人 不仅人美 事业好 坐视面面俱到 更有颗有趣的灵魂 在娱乐圈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又美又优秀又通透 活出女性梦寐以求生活 备受尊重的女性却很少 六 各优点也恰恰是玄冰身上具有的品质 优秀的人互相吸引 两位阴系生情很是自然 戏外的孙艺珍比戏里的影视力更完美 更优秀 更让人恋爱 四大公共财产玄冰情定终身也是必然 善于吸取教训的玄冰对待恋情十分的深重 分开数月 直到确认心意才敢表白女神 尊重对方低调谨慎的作风 直到恋情稳定后才通过第一社公开喜训 同三观 同频率 相处起来很轻松 在大女人孙艺珍身边 玄冰骨子里的可爱和俏皮有了用武之地 还未结婚就夫妻相尽险了 和大暖男玄冰身边 孙艺珍变得更加阳光 幸福邪满恋家 而玄冰顾家恋家 没有大男子主义 尊重爱人的一切选择 包括婚后出来搞事业 这样的好丈夫很难不打动孙艺珍 同样因细生情 会和玄冰会和孙艺珍能走到谈婚论嫁 而和宋慧桥却无计而终的答案正是如此 头都转转 男神女神因为命运的安排 相遇相识并相恋相守 美满的童话故事让人回味 值得祝福 时过境迁 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向前看吧 这件事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两个人在一起时 一定要好好珍惜 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 错过一次 真的就是一生 潘黛次的宋慧桥 觅得真正的幸福 愿男神女神 厮守到老 祝幸福的你 能牢牢抓住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